大家好 歡迎來到三叔的頻道 自己在家做蛋塔 沒想到這麽簡單 以後天天可以吃蛋塔了 你吃了幾個了 我吃了第四個 這是第四個呀 嗯 甜不甜呀 嗯 今天放的湯多 蛋塔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蛋塔葉和蛋塔皮 對於懶人食譜來說 蛋塔皮製作比較複雜 直接買現成的就可以了 關鍵的就是蛋塔葉 今天咱們就配置一個最簡單的蛋塔葉 先來打一個雞蛋 然後再加進一個蛋黃 為了增加甜度 可以加上40克左右的糖粉 然後攪拌一下 把糖粉基本融化 接下來再加入110克全脂牛奶 然後再攪拌一下 這樣糖粉基本上就都融化了 最後還要加上180克左右的淡奶油 攪拌均勻 至此超級簡單的蛋塔葉就做好了 接下來還有一個關鍵的步驟 把蛋塔葉過濾幾次 總有蛋黃殘渣是打不碎的 看見了嗎 過濾好的蛋塔葉濃稠黏滑 是不是特別簡單呢 之前也曾自己做過蛋塔皮 但是特別的麻煩 黃油加到麵團里擀平 整個過程要反覆的放到冰箱里冰上四五次 當然這樣做出來的叫萬能酥皮 除了做蛋塔還可以做其他很多的酥皮點心 不過最近這些天冰箱里都填滿了 所以呢 今天的蛋塔皮用的是現成買回來的 每個蛋塔皮里倒入蛋塔葉到八分門 然後呢放到烤箱的下層 我這裡用210度烤了30分鐘 直到酥皮膨脹分層冒油 塔芯出現焦糖色的斑塊就可以出爐了 剛拿出來的蛋塔很燙 晾一晾能用手拿起就可以吃了 總的來說製作蛋塔葉只要三分鐘 烤出來也不過半個小時 以後想吃蛋塔都不用出去買了 自己在家做的蛋塔比外面買的更香甜 這麼美味的自製下午茶也趕快試試吧 如果你覺得光吃蛋塔太乾的話 那也可以搭配一份水果撈 那咱們下期繼續吧 同一個廚房不同的主張 有什麼問題請留言 歡迎轉發點個贊 最後別忘了下期內容更精彩 記得關注三叔 我們不見不散 那水果這熱鬆的超好吃啊 有什麼でしょう 多知五花 沒有什麼可以預先 感到言之中 如果有什麼好